大家好 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重击不到奇场269 生霞46 蝴蝶42 非猎手18 潮汐87 明朝一条龙1.0全收集 任务生霞奇场香 宝香非猎手 潮汐字细生蝶蝴蝶 好那我们这一批开局来到 洛定岭右边接一个锚点 到这里之后把射疗转到我们的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这边走过来 好走到这边防治理 往我们左手边看 这里是一个射击训练 来打一下 好的拿到这一个基准其他项 然后再往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然后再往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这里往上走 前方有一块大石头 那在我们的右手边 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过来把这个空屋拿到 然后过去把那个大石头炸开 好里面是一个西层蝶 摸一下 这里跟着它走 好的那这边到尾之后在我们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仪 好我们来清一下怪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来拿到 潮汐之仪的奖励 有机会拍下用 拿到奖励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这里我们走到这个 这个旁边啊悬崖边 然后低头 在前方下面有一个 这个叫什么来的 飞 飞猎手啊 我们站在上面突起一下 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好的拿到飞猎手 拿到飞猎手之后我们再把石头转到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之上去 锚点的位置去把锚点打开 好那开了锚点之后再砍到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是有一个箱子 箱子的右手边 这边这里有一个黄色的光标 光标上我们在这里点击交互一下 好的交互完成之后这边这个机器人调查一下 好那这里调查过后 这边使用感知模块感知 好的那记得换回这个钩索 换回钩索 现在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转角 这边过来调查一下这个点位 好这里来做一下这个叫什么鬼来的 联通电路 好的然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转角 这里跟着任务指引下雪 继续跟着任务指引走 好这里调查完然后往东南方向地图右转角 我们暂时不去做这个任务了 我们先往东南方向地图右转角 随便跳下来这里有一个宝箱 那这个宝箱在我们 在我们的这个北方向地图上方 最左边这一个四方形的这个捡起来 放到这里 好接下来是三 三头的 三头的放这里 旋转一下 双头的 这边随便一个角落 好最后是这个单向的 好的拿到这一个 有机会排除宝箱 拿到之后再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栏杆这里跳出来 好这里往下跳 在下面有一个细生碟 和一个箱子 我来摸一下这个细生碟 好给它送下去 好的给它送到位 然后在我们的正前方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河豚挑战 来点击河豚挑战 这边要往上走 好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按住空格不动 它就会往上升 这个体力急得吃一下 不然可能体力不太够 好这里上来 来到终点 好这边这个其他箱就解锁了 我们拿到的一个 从吸准其他箱 拿到之后再把石角转到 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跑过去 这里一波怪一条狗 把怪牵一下 好牵了怪之后 它让我们跟着小狗前进 我们就跟着小狗走啊 如果说你的狗不走的话 你静一下教学关卡 或者说崇尚一下游戏啊 然后可能要重新打怪才可以 这里跟着狗过来 好这里就出现一个 基准奇长相 捡起来的小青会牵 捡起来这个奇长相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往前走 一直走过来低头看 这边跳下去 一个潮汐之一 我们来把这两只狗熊清掉 好那我们清个怪兽来拿到 潮汐之一的奖励 拿到奖励之后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啊 地图右上角 这边前方的平台上 爬上去 这里是一个阴杖仪的挑战 我们来挑战一下 好那我们挑战完成 拿到这一个基准奇长相 拿到这一个奇长相 再往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往前走 好那走到前方 这个分岔路啊 左边有一个 右边有个平台这里 在右边这右手边的平台 这个平台上啊 这里有很多的 这些罐子啊 把这些罐子全都打掉 好这边会出现一个 诶在哪 还有一个啊 这边会出现一个潮汐之一 来清一下怪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潮汐之一的奖励 拿到之后往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我们爬上去 好上来这边有个帐篷 帐篷里面有一个宝箱 那在门口这里 这个空物捡起来啊 捡起来就我们回头 在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 给它过来压住 压力机关 接下来是我们的东方向地图一边啊 那几只红色的衣服怪 红色衣服的怪 这个地方 拿到这边这个空物 回来啊 压在压力机关上面 然后再把四条转到 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这个石头打开 把这个石头打开 好的 把这个空物捡起来 然后从旁边 诶 泄机鱼肉 好吧我们先爬上来 然后把空物捡起来 压在压力机关上面 然后回去拿宝箱 好那回来之后 拿到这一个精密奇藏巷 收获 拿到之后 我们再往东方向地图边啊 这里我们走出来 走出来 然后从这里上山啊 跟着上山的路 一直往上走 上去开锚点 锚点附近有一棵生霞 这里爬上去 好嘞 开了锚点 然后过去 把生霞拿到东方向地图边 好拿到生霞之后 打开地图 我们传送回到 紫月容上方 这个锚点 回来之后 跟着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这个任务光标 任务指引 跟着这边走 然后再是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这里 50米这个 不要去远的那个 然后再是北方向地图上方 好的 然后继续往前 走过来在屏幕右侧 有一个黄色的光点 过来点击调查 这边挖出来一些怪 把这怪清掉 好 那我清完了怪 继续来挖掘 拿到这个备用零件 什么什么玩意儿啊 拿到之后 我们再打开我们的地图 我们还是传送回到 紫月容上方 这一个猫点 回来之后 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这里走到悬崖边 直接往前跳 直接往前飞 好那飞过来 在前方这里有一个 俄罗斯方块的解密 在这个石头上面 过来 不要转我石脚啊 好的 捡起来 然后回头 这个在右上角 诶 哪里不对 好 这个在左上角 好吧 这个在左上角 然后把这个捡起来 把这个捡起来 这个石在 在哪里 好 这个是左下角的 把这个捡起来 这个右上角 这一个 右下角 好的 那这里拿到这一个 基准起床方向 是请用 拿到之后 再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这边继续往前 在前方这个 广场上面啊 这边空地上有一个 飞猎手 掏出一个弓 枪手角色啊 这边突袭一下 好的 拿到这一个飞猎手 那现在我们再看到 我们的 这个北方向啊 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走下来 这里是一波怪 一个怪物阵手 我们来把这波怪清掉 好的 清了怪之后来拿到 这一个亲密其他项 好 这会 拿到之后 我们再往西南方向地图 走来角 这边任务的地点 任务的地点 这里走过来 这边把这波怪 清一下吧 好 那这波怪清掉之后 在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里有一个 白色的光标 失去 好 接下来我们再 回头 在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啊 这边有一个黄色的光标 这是另一个任务的 这个触发地点 我们来触发一下 好 然后别急 现在我们把视角 转到我们的西方向 偏南一点 地图的左边偏下一点 在这边对面有一个 这里叫什么鬼来的 压力机关的解密 这里拿起重物 空物 跑过来 压在这个 这个底座上 然后在我们的 东南方向地图下角 把这个炸药捡起来 捡起来西方向地图所变 那边是 金鸡 跑过去 跑过来把这个金鸡炸开 里面是空物 好 捡起来 回头 给它带回去 好 最后我们再 把炸药包 捡起来 放到最后一个 压力底 这个底座上 这个箱子 这个箱子 好 这个箱子就解锁了 拿到这一个箱子 拿到箱子之后 在西北方向地图的玩角过去 把锚点开一下 很近 开下锚点 我们再回去 好 开了锚点的话 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 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